放过我吧 别过来 你管我吃什么 下辈子别在西南地区当猪 全国吃肉图片 快看看被我说中了吗 重庆 猪肉 现如今我国已经吃掉了世界约一半的猪 通庆地区人均吃猪67.4鸡 全国超过十分之一的猪都养在了重庆 我们每个部位他们都不放过 黄虹 猪血 能出火锅 脑花 鼻精 可以烤成串 肥肥肠 更是被做成肥脏机 肥肠面 生爆肥肠 红烧肥肠 这高老庄要是在重庆 我怕是没法活着见到你了 师父 四川兔肉 四川 一个让所有兔子和风丧胆的生分 心狠嘴辣的四川人 每年可以吃掉三一只兔兔 排队可饶地球两圈 你好 我们是专业的频度师 专业肯毒头三十年 体质保障 值得信赖 兔兔那么可爱 当然要加买加辣多吃几只 西藏牛肉 西藏人吃牛肉 绝对是稳稳的断层第一 他们已成活人群牛肉消费量的近九倍 三位出道 独带几包牛肉干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西藏 嗯 我们承包了西藏人的衣食住行 新疆 羊 新疆吃羊 比第二名内蒙多一倍 比店里的贵州多61倍 我保证你从北走到岸 你就只剩羊肉了 广东 鸡肉 哥哥他给你讲个鬼故事 这就是广东 广东鸡不成业 一年能吃三十一只 养鸡还有八大门派 连地图版图都是真大鸡腿 一旦踏入广东 足弊血厂没有归路的旅途 我们除了金肉 都很乱吃的 你那里在吃什么肉 会有什么不点赞 你那里在吃什么肉 会有什么不点赞 你那里在吃什么肉 你那里在吃什么肉 你那里是你真跳啊 我上班都快迟到了 这种人活着就是饶了社会之安 就是就是 网络暴力真的这么可怕吗 武汉一小学生被药师开车肇死 而让他今天在他同期当天 认责过二十六楼一月而下 除了肇死之痛 还有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借助互联网在一起 针对自己的个人 集中伐部会有关心的行为 包括漫罢侮辱 滑脚药 人都搜索等等 谁不到处都有网络啊 穿着裤衫就在演唱会 想不想疯了吧 女儿晚上研究生拿着陆续同志书 去避风告诉爷爷 发展成本一看就不是好学生 他就知道他的水里怎么来 航水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 另外一说有问题 你可信使才是六十五一 你遭遇过不动成多无法力吧 不即会造成眼中的心理创伤 还会导致精视失常 遗憾甚至刺杀 当然不 作栽的网报应该第一时间 国立网络 委托律师 欺与维权 对网报言论截图 录评 公正 使以严重程度选择维权方式 花奖的话可以脱口而出 以后把人出현三二犯江 咀绝网报 从火做起 儿女士 别说话 连你爸都认不出来了 喂 听得到吗 把脸露出来呀 说话 娃嘆 爸爸 他为什么说一个样子 都和你一模一样 难道是 自雷外脸 难道是街上真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吗 不 这是最近在全国肆虐的AI换脸技术 它可以一模完美地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你 这绝对是史上最恐怖的新型骗局 微软发布了云荷成模型 只需三秒就能复制任何人的声音 诈骗版一旦听上你 只要和你通常电话 用力完美复制你的声音 再找几张你发布的照片 就可以生成另一个你 接通电话三秒 总得让你倾家荡产 二天为虚 三天为十 我要亲眼见到我的爱子 宝贝我亲口说的还不信吗 哇 小儿郎 宝贝还只是AI诈骗客户的冰山一条 甚至带有各种拐弹儿童的手段 他们可以伪装成你的家长 家长的朋友 老师 小儿郎 我是你张叔叔 是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 就是乱与你不信 来 给你爸爸打电话 走 看到了吗 来 就我回家吧 那遇到家人朋友 向我电话求助怎么办呀 绝对安全的 就是问一个只有你们俩知道的秘密 答对了 就是真的 小儿郎 我买菜我带钱了 给我把钱包带下来 我昨天吃饭时 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谁能来救救我们呀 你今天想回家呀 牙牙回北京动物园了 二十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003年 我们牙牙和乐乐 租载了美国和卉斯动物园 他们靠我们的国防 放上了不少收益 可到营锡检查后 牙牙和乐乐的问候 不开始了 不认真爱吃这么多 牙牙和乐乐 开始面不凉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刻板行为 牙牙患上了服服病 经历了四次流产 乐乐都是早已直通不住 提前去了天堂 这只是很意外 我们还想带足两个年轻点的大神吗 原来这样对我们的国防 多少国家都抢着做呢 租借大学包的难度 基本上和深奥差不多 要有吃好 睡好 住好 忙好的条件 一个国家每次只能租借一对 期限为十年 租借为上百万美元 我们出国打不去了 法国求了七次还给 荷兰更是哭头了十六年 英格兰直接为了流出熊猫 愿意放弃独立 我们一乡族被军军尸死子了 我在马来西亚 我不用亲自啃竹子 我亲手给我播 我在日本也太多一天内故事 我在韩国的私养员爷爷 会给我做各种玩具和好吃的 我在俄罗斯胖的这四十公斤 都是鸡肉 肉香肥肃 不要去战斗 我在卡塔尔住着三点六亿的房子 室内库部和温泉 我下辈子等着熊猫吧 二十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大家终于起飞回国 在上海隔离一个月后 日渐圆润 五月二十八日 送回了北京的五园 是的 你的车要车做好了 你们一定要见着住啊 我们会带你们回家的 看走吧人类 我降于二十四日 以每秒两万米的速度 撞击地球 什么关系啊 NASA可是把我列为了潜在威胁 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威力 1908年 一个直径只有二十米的小行星 在西伯利亚卡车畔 撞击地球的瞬间 那整两千平方公里的森林 迷围了平地 真的这么可怕吗 在我撞击地球的前三周 你能清楚 天空中看到我的轮廓 我离地球越来越近 你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撞击前三天 我会进入月球尾的 抛西温泉巨大天 海峡 海峰 地震 瞬间爆发 撞击的瞬间 我会和地球大气层 产生巨大的摩擦力 人类明显感受到震感 五分钟后 地球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吧 可是你今年 不是会在距离地球 大约七百二十四万公里的 地方遗逛吗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 都有三十八万公里 总结的可能性很小啊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先走了 不行 你能不能这周就撞过来 下周一有考试啊 天天打游戏 双口打瞌睡 后学比谁都积极 有什么他考第一 而你可学两黑四国 台名还倒数 不忘掉 邪霸奉成小妙招 赶紧学起来 一 过目不忘背书法 背书时双手护住耳朵 并大声浪多 你的声音会时间 传输到内耳 对大脑自己会更加烈 二 潜衣时学习法 睡觉前把知识点通读一遍 还把体会将阅读的内容 列为重点清晰 起床再把知识点读一遍 慢慢你会发现 这些知识根本忘不了 三 智商学习法学习进化表 效果会有 是 搞错了 是这个 还不赶紧点赞收藏 小找高的看过来 朋友的年纪 会是为他们这么高 刚才谁说话呢 没根据啊 小心我跳起来 哪有这么机会 好哥哥的烦恼 谁懂啊 作为永远是第一排 随身近距离 感受本笔会的起礼 别人做一步 别人做三步 武术排行永远是第一 你这身高 还没往山东的通高呢 瞧不起人呐 研究发现 五红线冰河的时间 最晚是24岁 通过这套锻炼 可以让你的身高 实现二次突破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早上7点到9点 跳起摸钢60下 背起凉土 刺激全身骨骼生长 下午5点到7点 去运动的黄金时间 校正三分钟 可以久到自己 生长急速分离 晚上9点到10点 别急着睡觉 我开着跳一分钟 再做两组 做自己前期拉伸 让骨骼更好的成长 23岁端一端呢 我做自信 不长不到一里吧 要想知道你能长多高 就用鞋瓦加10 除以2得到脚长 脚长成为6点跳舞 得到的就是你的标准身高 哇 少年空鞋真好啊 玩够了吗 玩够了赶紧下来 把我们的作业鞋了 你们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